骑士跟着轿车通过隧道 接着前方轿车出隧道时 伴随一阵强光下秒意外发生 轿车偏离道路直直撞上路旁红绿灯 瞬间90度转向 而后方骑士刹车不及 高速往车尾冲撞 画面顿时天旋地转 零件四散 尿成恐怖车祸 进出隧道经常是事故热点 光线瞬间变化 让驾驶人措手不及 甚至尿成连环车祸 尤其隧道出来的炫光效应 类似短阵失明 实际来到公路隧道 在太阳直射之下 还没出隧道 眼前已经是一片空白 连路都快看不见 直到出隧道后 一秒两秒光线才恢复正常 开车类失明真的超危险 出隧道避免光线落差酿货 防卫驾驶观念 加上随车小物就能避免 行驶还是要以规定车速 做行驶的动作 通控都是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 通常效果最好比较方便的 当然就是像太阳眼镜的部分 专家建议 墨镜最好选择光学镜片 以土黄色系最能遮阳 另外拉下车内的遮阳板 也能阻挡阳光直射眼睛 或是贴上隔热纸 但千万别贴太黑 以免影响夜间视线 最重要的是 进出隧道减速慢行 下回碰上阳光刺眼 也能多一份保险 最后相遇 林川友淘台北新闻报道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